大家好我是新远 上期视频我们分享了至尊阿秋喇嘛人波剑 二十期精华教研 为让大家更能了解阿秋法王的功德 这期视频我们先讲一下六道轮回 在阿秋法王眼里是什么样的 在亚青寺很多人都知道 阿秋喇嘛打腕非常准 说是打腕也就是表演相给大家看 实际上阿秋法王能在喝一杯茶的功夫里 在禅定中度化上一众生 很多在家人如果家里有人去世了 便去找阿秋法王超度 并且告诉他的亲人现在在六道中哪一道 需要念什么经合怎么做 并且超度完了 还会告诉家属他的亲人现在去了哪里 这些在当地的民众中家喻户晓 亚青寺2003年的时候 僧众有七千多人 施主超度所需的费用是 每个僧人要供养一块钱 但这对于普通藏民来说也是不少的数目 我记得我在那里住的时候 也参加过帮助超度念经 有一次念完经后 我收到了一盒火柴 这就算是念经的供养了 家里条件实在困难的 也要尽力给给一个僧众结缘供养 那就买七千和火柴供养 当然他们供养只是供养僧人的需要的福的 超度自然阿秋法王超度了 下面我们就把摘录了 至尊上师阿秋喇嘛 观察一些亡人的因果报应 如何为亡人做惊颤的内容案例 共有52则公案分享给大家 因为时间问题 我们今天就先分享30个案例吧 太多也怕大家感到疲倦听不完 尊者已无碍地神通 限量观察到亡人生前所做的各种隐显页缘 和感受的艺术果报 这些公案对现今人们的教育意义非常大 触目惊心的真实教材 会使人切身体验的 夜果不虚伦悔苦的无期教证 而更加真切地去履行佛陀诸恶魔作 众善奉行 自敬其义 是诸佛教的苦心教导 一 这擦落乐的弟弟才让投生到何处 向我请问时 喇嘛说 那人是否耳聋呢 大家都说 才让是聋子 喇嘛说 他好像杀过一条蛇 他们说 小时候在路口玩耍时 挖出一条蛇杀了 喇嘛说 现在你们的房背后 十堆中有一条蛇 取过来到那地方 看时真的见到一条蛇 取来后为他做精颤抄拔了 二 龙他喇嘛向我请问老母亲 投生到何处 喇嘛说 用银制宫灯宫无数宿灯 并长颂修布东佛衣柜 以此力能往生到东方 献洗净土 那就这样做 三 扎拉寺旁边有个人 向我请问老父升到何处 喇嘛说 投到你家的马府中了 后来又请问 喇嘛说 棕黄色母马的马居中 黑唇的就是 为他做了所有要做的精颤 四 我到上衙 坐回向万事万焚烧时 有一位名叫扎多的老头 曾对一位大善之士 做脑害的缘故 陷在地狱中 受主烧骨 自己不能利益到他 那是看部裁节元济时 摄持意愿 听说那看部的手指断了 现在看部的转世 有两个手指没有 是现成的事实 五 上衙的根系的老伴 做超拔事实 请我观察 喇嘛说 头生为一条大鱼 许多小鱼在他的全身上下 正肯咬着 感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 由于看到这事的缘故 两天中没有念诵而安住 那老头以前在甘子补鱼 做买卖大家都知道的 六 康南寺的喇嘛取扎 做超拔事实 请我观察 喇嘛说 这个人恒常观修 莲师为本尊的缘故 已经往生到同色吉祥山了 七 打红椰猪诺布的超拔事实 请我观察 喇嘛说 是一个大恶业老头 现在在恶道中 感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 快快为他修善根 除外痛苦不会减轻 八 亚萨瓦的阿旦的老母超拔事实 请我观察 喇嘛说 老夫左脚上有创伤的 那是以前避难时 被枪打得 由生大我慢的原因 头生为蛇身有一支枪 卖掉做善根好 还是砸了好 喇嘛说 砸了好 能得生善去 我敢保证 焦 我一天早上念经时 境界中看到 西山脚下有一块大牌石旁 一个年轻人生着很大春心 我用极大的阴重心想立他 那人是邋遢一个干部的儿子 叫诺布 杀人后被国家处决了 十 我在白玉柱时 嘎嘛才让问老夫 才拉得超拔事 喇嘛说 他还贪恋着金耳环 数天后 把那个用兰卡西家 红根桑家的 金条加工的金耳环 带来了 那家人说 用一千元做金颤 把这个金耳环留下可以吗 喇嘛说 金耳环值一万元 一千元怎么可以 是你的老伴 你自己看吧 于是用金耳环 为他做了扇根 亡人投生到了扇军 十一 昌台名叫拉威的老头 以前杀过贺鸟 但依靠送往生的道理 投生为三十三的天赫 赫母子俩大小一样 十二 绕瓦洛桑德庆的女儿 得恶病死去 问我超巴士 喇嘛说 这个妇女病痛时 与一切人都断绝关系 所以对那个得病的地方 就不担着了 死后 投生为印度的一头大象 十三 达格迈 惹马的一个人 问起老父亲超巴士 喇嘛说 你的父亲 投生为七次做野兽 那些野兽 都被你杀了 那人不相信 喇嘛说 那我给你真实详细地说 吉说 第一次 你打死野兽的地方 是在岩石旁 是射下的铁钩捕捉的 但立即没有死 受了很大痛苦后才死去 几天后 你去把他拿来了 第二次 打死了一只章子 就这样你杀了七次 于是 那人生起了信心 如同见到真实佛陀 做了惊差 十四 阿黛瓦的一个人来见我 他说 我以前未杀过野兽 以后也不杀 不做长曲之外 但是寿命长了 还是麻烦 喇嘛说 你说以前未杀过野兽 那在山坡对面转弯处 有一棵小树那里 一只土豹 难道不是被你杀了吗 十五 打塔马 一个老头说 我的老伴死了 请观察一下 是否投生到了山境 如果没有的话 我把所有家财 舍掉来抄吧 你说 需要一定这样做吗 喇嘛说 你今年买了匹马 你老伴摊着那匹马 就把那马舍了 为他做上根吧 他说 那马是早就看好 要买的一匹豪马 如果没有那匹马 我就没有办法 十六 夏热瓦的盖色的 超拔事项 我请问是 诺不扎的说 用三百多元 做了扇根 喇嘛说 他死后 在寺院旁 倒塌的强土中 转生为重申 重死后能获得扇决 十七 那塔门杰 有个儿子死了 我为他送往生事 说 曾杀过蛇 那蛇障碍解脱的 他的母亲说 那是和很多小孩子玩耍时 一起杀了一条蛇 喇嘛说 不能那样说 关键要看谁为首的 杀蛇是由你而为首的 如果坐沐浴灌顶 大概能投生善计 十八 一位知格缘解了 有人请我认定他的转世 喇嘛说 这个知格没有转世 是才是公养大的原因 现在在地狱中正受着痛苦 除外没有详细的讲 是因为我想施主们会起邪信 成了虚耗财物 十九 辽西札洛请我观察 他的老母累劫的超巴士 喇嘛说 投生为你家的牦牛仔 他家人问 毛毛再有两头 是其中的哪一个 喇嘛说 右脚很短的那头 今年冬天已载了 为此做了惊颤 二十 辽西阿贡的超巴士 请我观察 喇嘛说 以前杀过许多野兽 可能两千以上了吧 他说 是啊 喇嘛说 你家守门狗中 那条灰蓝色背白的是他投生的 那狗咬丧下一声时 被石头砸倒之后死了 又投生为母牦牛尾巴粗乱 现在在你家 他说 是有 二十一 以前庆巴喇嘛的超巴士 向我请问是 喇嘛说 做一个等同他身长的嘛 那经翻超巴 现在在地狱中受着煮烧骨 依照我所说 办了超剑 二十二 洛刚达灭苍门结问 桑吉拉姆的超巴士 喇嘛说 他死于刀下 声大称心 狡诈所做的是非常多 谢托经念诵五百遍 不动佛咒一意 普明佛咒一意 等身量经翻五百遍 念诵大藏经 捐献摘僧查 还需念许多回向经文 上面的办完后 又向我询问 喇嘛说 需要石刻满的三千块 这件事办后 还不知能否得到安乐 二十三 裴查瓦的喇嘛 桑丹死后 有人问我其 投生情况 喇嘛说 相续念诵 土八本尊 以此超巴力能 升到南方 巨德净土 二十四 一天 我看着一条小狗后 说 这是名叫 阿恩玛的老妇人 转生的 杰独老僧人 西洛说 我的祖母 名叫阿恩玛 这是她的转生吗 是我念一遍 他带着小狗 转绕亚青吗 那是对 不久小狗死后 投生到了山郡 二十五 昌台翁拙的超巴士 向我请问时 喇嘛说 转生为一只老狗 他的侄子 有一头母牡牛 舍了为他做扇根 送往生 二十六 达红一个名叫 晋美多吉的 老僧的超巴士 迅速办了很多精颤后 再向我询问 喇嘛说 送往生的力量大 以往生到了 普陀山净土 二十七 达格一僧去世后 龙女寺的老僧翁 都来问超巴士 喇嘛说 那僧人摊着 文解脱法本 舍弃了上根 有上中下三等法本 他摊着上等本 而把下等本 供给了上尸 二十八 我住在色达市 勒瓦的一个 老妇人的尸体 拉到喇容来了 请我念诵一次破瓦 喇嘛说 虽然念了破瓦法 但是有一个 带铁锁的狗 好像在做障碍 去问马高空行母 空航母说 那狗是以前 汉人杀的事 他围着老妇人转 在想躲藏中死了 二十九 切卡喇嘛丧吉 单增侄子老喇嘛 给拉去时候 向我问超巴士 喇嘛说 多多宋吉们的心咒 也许来吧 他的侄子的丧说 在普陀山净土 他不需要超巴 对结缘众念 一亿变满的心咒 三十 有人向我问 陪擦瓦华仲的超巴士 喇嘛说 他是杀了许多 小牛毒的艺术果报 是陷在那额尖白点的黑母牛牛奶上 欲出寿的那头 于是放生了那头牛 拌完精颤事后 那牛死了 生到了善去 我们看上面的超度案例 多是因杀生 而转生恶趣的果报 所以 无论信佛 与不信佛人们 千万不要随意杀生 这是稍有善根的人 这是很容易做到的 好了 这期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好